師父 上次說的那個 凡網菩薩戒禁 這個指是在家的 菩薩的優菩薩可以嗎 可以 你沒提到一個不進行的問題 是不是夫妻之間那種呢 對 所以為什麼我上次跟你們講到一個問題點 就是說 受菩薩戒 目前有三個版本的戒 一個是凡網戒 凡網精菩薩戒 一個是魚切菩薩戒 一個是優佛色戒 那為什麼我們大部分都會 先讓大家受這個六重二十八經的 優佛色戒經的優佛色菩薩戒 因為他是一個菩薩戒的劍士 也就是一個次第 他不是一開始就讓你 有一個很高的這個菩薩的標準 那上次有跟大家講 雖然凡網精的菩薩戒 他有色身俗二重 就是身俗二重都可以受 問題是你一旦受了凡網精菩薩戒 你等於跟出家人一樣 這是我上次講 那我沒有講說為什麼一樣 就是你問的問題就是那個內行 在凡網精的菩薩戒本當中 他的不營戒 他是不營 那優佛色戒經的不營戒 是不邪營 也就是治夫妻關係以外的 的這種營戒 所以這個是有差別的 那你八關在戒的時候 是治不營 所以就等於一日一夜要守持這個出家戒 可是一旦你受如果你是受 過法網精的菩薩戒 那你等於就是什麼 就是你受戒之後 你就是要得跟出家沒有兩樣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很慎重去考慮 你受的菩薩戒是哪一個版本 所以為什麼這個上一次 我們在講這個三個版本的時候 跟大家建議我們居世的赤地 也就是我們在歸一三寶之後 你最好過五年 那你這五年當中要幹嘛 就是文思修嘛 你就是從聽聞佛法 清淨善知識 這邊開始做起 熏悉佛法 從這裡開始 然後大概五年的時間 所以學佛不要急 很多人一開始 那個心很熱 一開始歸一之後就急著說 我什麼時候受五戒 什麼時候受八關才戒 什麼時候受菩薩戒 會有人會有這種想法 那當然有的他過去他也有 他的善跟寧遠 那每個人寧遠不一樣 那就通常來講 他其實是需要一個賤詞 通常聲文戒都是需要一個賤詞 就好比出家也是一樣 你是出家會有一個次第性 你先出家 先受沙咪戒 然後受沙咪戒 男中女中 他會有一個不同的規範 女中還多了一個失差的階段 失差你的階段 然後在受巨祖戒 他說這個中間會有一個時間的一個規範性在 那居士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歸一之後 等個五年受五戒 那至少在你受十五戒之前 你對佛法有一個基礎的認識 那在這個基礎之上 你去禁受五戒 你去受五戒的時候 你才知道怎麼樣去守持 那基本的教理你也懂得 那你就不會有時候是用一種 不是很正確的之間在受學佛法 乃至在受十戒 然後呢如果可以的話 就在這五年之後 試著去受八萬哉戒 或者是說你要再受五戒 五年再去受八萬哉也行 所以說這個時間可以不用那麼密 把它拉長 重點是你好好去了解你所受學的 這個戒法的內涵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重點 然後等到你十年乃至十五年之後 再去受菩薩戒 會是更成熟的一個狀態 去納受這個戒法 是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我們學佛啊 有時候不用急 急的是什麼 你要急著先把那個正確佛法的 一個正之間先搞清楚 這個是重點 否則你就是會有一點 急功近利在學法 好感覺讓我跪越之後 趕快受五戒 趕快受菩薩戒 這樣好像就是自己就是一個菩薩 一個標準的佛弟子 可是問題是你那個 要達成這個菩薩優伯色 你這個內涵是什麼 應該要知道 否則你變成你去受 問題是你沒有那個實質性 當然就是種一個種子 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剛才問的那個問題 確實它是存在這個問題 等於你居是可以受法王經的菩薩戒 問題是你受了之後 對於這個實眾的內涵 那個不淫戒的部分 其實它跟出家是一樣的 它不是自邪淫 它是自正義 不能有這種難綠的行為 是這樣子的沒錯 那就是在家的 它是先受優菩薩 對 先受優佛色六重二十八經 這個的菩薩戒經 它是自邪淫 對是這樣 也就是自你夫妻 正常夫妻關係以外的 你要去遮止 禁止它 對 是這樣子的 在授玄菩薩戒這三個版本當中 從次第上來講 我們先受優佛色戒經的菩薩戒 居士的大聖戒 從這裡開始入門 然後呢 以餘邪戒本的菩薩戒 作為一個基礎 跟廣泛去瞭解 菩薩戒內涵的一個 一個開遮詞範的參考 你會知道你怎麼受死 這樣的戒法 那法文藏經的菩薩戒 基本上之前就跟大家講 它跟華炎經是同樣 第一時華炎會那個時候宣講的 所以它是屬於法生大事 是屬於菩薩的行徑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菩薩戒的圓滿的一個行詞 所以它是有一個次第性跟一個圓滿的 就是以 優佛色戒經作為入門 以於其菩薩戒的這個部分 作為一個學習的一個標的內容 知道它的內涵具體開遮詞範 範不範 那範的話 有然尾範跟非然尾範 這個等一下會跟大家舉例說明 所以這個部分內涵大家要知道 再來凡旺經菩薩戒本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屬於就像華炎經一樣 很多人有時候剛開始讀到華炎經 也是會有這個困擾 就不知道說怎麼下手跟入門 因為他沒有講很多開車的問題 他就是直接跟你講這個菩薩的行徑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 其實是有一個修學的一個次第性在的 好那我們回到這個講義 我們今天開始就是接著下去講這個 菩薩摩赫薩有十種摩葉 這個禮世兼品的這個經文的段落 那我們上一次就是講第一個 總的來講摩葉 只要我們忘失這個菩提心來修諸善根 修諸善法都是一種摩葉 為什麼我們在前幾次的課程就是講那麼多的 也就是一切佛子修行的一個根本就是這個菩提心 那如果沒有菩提心的色質 我們在修學善法的時候 你就是怎麼樣單一的 這個叫獨行功德 這個在這個龍樹菩薩的這個大師度論裡面 有特別講到獨行功德 什麼叫獨行 也就是你的善法都是單一的 你說有很多人都問啊 問說師父我拜佛能不能去成就一個 成佛的一個資量跟功德 那我不施能不能 我慈戒能不能 我修這些種種的菩薩六度萬行能不能 這些都是什麼都是善法 可是我們修學佛法的人 這個行本 忘思菩提心就是忘了行本 你一切行願的一個根本 如果沒有善法沒有菩提心的色質的話 你感的是什麼果報 還是三界當中生死輪轉的果報 因為他就是一個單純一個善業而已 他沒有一個菩提心的色質 那如果有菩提心的色質的話 他會把你修佛師的功德 修此界的功德 修種種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的功德 由菩提心做一個方向性的一個引導 你修這個善法到底是為了什麼 對啊 你為了成就佛道嘛 所以你會以成就佛道這個菩提的一個目標 來統設這些善法 那他的功德才會完整 否則你就是單一的 片段的 這個叫獨行功德 你師父譬如說 我今天去做一件善事 我覺得施捨 我看到那來他沒有吃的 我給他吃的 怎麼樣的施捨 算是一個不忘菩提心的施捨 怎麼樣的 從我自己的心念行為上 怎麼區分在哪裡呢 區分在於你如果沒有菩提心的施捨 你單純就是一個不施 那你有菩提心的施捨 你說菩提心的內涵是什麼 第一個是一切法空 第二個你是要杜措一切眾生 所以你如果有菩提心的發願 的這種信願願力在射死的時候 你在修一切的善法 你不會去執著我現在在修這個善法 這個是知一切法空 你要知道我現在這個 這個叫做不施術 如果你沒有這個空性的一個 知道緣起性空的這個 理性的一個關照的話 你會去執著我今天做不施這一法 那你敢得的就是三界當中的一個善業 這樣理解嗎 你會有福 可是你的這個福就會有缺陷 什麼叫缺陷 就是純粹相應你這個不施而有的福 就這樣而已 那你要其他的 或是你要更多就沒了 那可是如果你有菩提心的色子 他不一樣 好比你布施的同時 你可能你不會去在意 那麼在意說我一定要用什麼形式 或是我一定要 要怎麼樣的布施法 你就是能夠利益對方為主的 這樣的一個布施 去行布施 那你說那利益對方為主是怎麼樣 那就是看對方的一個因緣 跟他的需求來決定 所以這個其實上一次在講這個佛或菩薩的這個本身 因地的在行六度的時候 其實我們大概有提過這個例子 就是他 你為了去成就這個故事的過程 你會去圓滿很多其他的善法 這個就是有一個菩提心的色執在 你不會只是單純想要 世間人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要布施這個 其他的我不管 很多人是這樣的 布施的一個心念 反正我就是 就是這些錢 那就是這樣子 他不會有太多其他的去圓滿眾生 或者是說 出世間的利益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他就是 世間人的故事就是 我想要做布施就這件事情 所以你這當中 第一個 你沒有一個空性的色執 也就是你會執著這個故事這一法 沒有一個三倫體空 而且你是不是因為這個故事 能夠真實到 利益到這個眾生 是不是類似金剛經裡面知道 無所住行故事 對啊 是啊 三倫體空 那個叫三倫體 那個就是菩提心當中的自一切法空 可是你還要有一個 你如何真實的利益 利益這個眾生 有時候像菩薩有菩提心的色執 這個布施這一法 他只是一個因緣 他透過修布施這一法 來圓滿他的這個信願 圓滿他的願力 是這樣子 他不是單純為了修布施的修布施 也不是單純為了慈戒而慈戒 他就是去圓滿我這個菩提心願 然後去成熟去利益眾生 所以他不會有太多的這種框框 跟說我一定要怎麼樣的一個方法去做 所以這個就是也要看現實個案的這種狀況來決定 其實關鍵是跟我們的心念是很有關係的 你要去看你這個要布施這一法的一個動機 你是為了有所得的心 關鍵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金剛經 因無所住而生 生我要行布施的這一法的那種信念 而不是我為了布施 我為了慈戒而去做 那就是世間人的善法 那沒有辦法成就菩薩的這個波羅密行 所以我們上一次像禮拜天開設 我們就跟大家講 無作菩薩在色大聲論裡面 他就講到 他說所有的菩薩在修學一切的波羅密當中 的加行當中 都什麼樣 都是奢侈一切善法的 他不會是單一的獨行功德 他不是我修布施就只有修布施 你他為了完成布施這一法 他要圓滿很多善業的功德 他才能成就 所以在佛菩薩他獲得這種果報的時候 他是互相含色的 所以他會完整是這樣子的 那個差別就差在這裡 好 那妄施菩利心修諸善根是為魔業 所以這個魔業的一個根本 就是你要知道我們的菩利心 是不是有妄施這份決心啊 明瞭的心 跟空性跟心性相應的這一份 這一份製成啊 這些這一份執心身心跟大悲心 是不是能夠帶著 在你修持善法的這個同時 這個就是有沒有菩提心 奢侈的一個陰形 陰地的這個受死的這個部分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個以後 第二個以後跟我們講這個菩薩戒經 有相當大的一個關係 有相當大的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惡心布施稱心持戒 捨惡性仁遠懈戒者 輕慢亂意 積賢惡惠 視為魔業 你看他只有這一句話裡面 其實他涵蓋很多內涵的 我們來看一下 惡心布施指的就是指 當我們在行布施這一方的時候 我們的心念上不純粹 不純粹就是你有可能有惡意 或者是你可能有輕視 焦慢高慢的這種心 都是屬於這個惡心故事的這個內容 再來稱心持戒 稱心持戒就是你本身 雖然受持的這個戒法 可是你的心念上 你不捨這種怨戒 跟稱慧的這種煩惱心 這個叫稱心持戒 我們來看一下 雖慈慈身戒 卻不戒心 心懷稱恨抱負 這個就是稱心持戒 那這個在蒂子菩薩戒裡面 就有一條四重之一的 叫做稱心不受悔 這個以前菩薩戒文 其實法官網也有這一條 我們就是舉個別的這個例子來說明 在蒂子菩薩戒裡面 他就有講到 他說 若菩薩稱慧出惡言 出惡言是什麼 就是惡口 意猶不喜 就是你罵他還不夠 你的那種稱恨心 還沒有辦法消化掉 這種煩惱還沒有辦法退却 這個叫意猶不喜 不以手打 就是說你罵還不夠 你還怎麼樣 你還動手 或加仗石 你用石頭丟 或是用拿那個武器去打 殘害恐怖啊 稱恨真喪 你看他這個字的就是這個稱心啊 他那稱心的煩惱是沒有退却的 你的稱恨心是不斷的 節節高升的這種狀態 這個叫稱恨真喪 犯者求悔啊 假設今天有一個人啊 他對不起你 可能傷害你的 不管他是用什麼方式傷害你 那你對這一個境界 這個因緣 你非常的在意 非常的執著 非常的堅固不捨 這樣子的一個境界 你覺得這很是一件事情 我非常受傷 那這時候呢 你對於這一位眾生 或是這個對勁 你口出惡言 或是家乙 手打 刀仗 殘害恐怖 這些種種的身形跟口言 乃至犯者求悔啊 對方跟你懺悔了 對方跟你道歉了 那你還怎麼樣 不受其懺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樣的心念 節恨不捨 有沒有 所以上一次在講菩薩戒 其實裡面有很大的一個重點 是在自我們的心念 你不要說你不要說口出惡言 還有用手打 這個都已經是什麼 那個業啊 傷害眾生的那個業 已經完成了 已經成就了 菩薩戒就是在那個業形成 身口的業形成之前 他自你的心念 所以這個稱心不受毀 就是你一旦 有起了這個稱心 傷害眾生乃至是結怨不捨 結恨不捨的這種狀況 在菩薩戒裡面是什麼 在菩薩戒裡面 他是菩羅一處法 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根本 他是一個重罪 這個大家要知道 這個就是在這個稱心持戒的這個部分 稱心不受毀 好 然後再來 捨惡性人啊 什麼叫惡性人 我們來看一下 余切菩薩戒本 這裡有一條 叫做賢恨不饒意戒 捨就是什麼 捨棄眾生 捨棄哪一類眾生 就是惡性的眾生 就是這個眾生實在壞透了 或者是說他非常暴惡 有種種種的這種 不如法不如理的這樣的一個因緣的眾生 若諸菩薩 安住菩薩進戒律儀 就是你有受這個菩薩戒的 這個叫安住菩薩進戒律儀 餘諸暴惡犯戒有情啊 所以這個 剛剛講的這個惡性人 他惡性在哪裡 也就是他個性粗暴 乃至是有犯戒的這種狀況 的有情眾生 我們對於這樣的眾生呢 懷賢恨心 瞧不起他 或是厭惡他 懷慧腦心 慧腦心是什麼 慧腦心也就是恨 憤恨腦 這個都是屬於 稱恨心的一個部分 這個嫌恨心跟這個慧腦心 都是跟恨心所 稱慧心心所相應的一個煩惱 有比暴惡犯戒為原 你為什麼嫌恨他 為什麼慧腦心 因為他就是暴惡犯戒 因為這樣的因緣 然後你就怎麼樣 方便氣捨不作勞役 不作勞役指的就是 你不想要 不希望 不欲以法射受 漂浮成熟 即以財物種種不失 而作勞役 也就是你對於這樣的惡性眾生 你怎麼樣 你不希望給他財跟法上的一個不失 那這一個在菩薩戒當中就是指的 就是這個賢恨不饒一切 也就是我們環環經這裡講的 蛇惡性文 這個世民有犯 然後你看他這裡 有所違約 是然違犯 為什麼是然違犯 之前有跟大家講 然 然是個什麼意思 違犯當中 有然違犯跟非然違犯 這裡就出現了 因為你在違犯這一個戒法的時候 你是生起一個煩惱心 有沒有 煩惱心在哪裡 懷賢恨心 懷惠惱心 有沒有 這就是你相對稱恨心 而有的煩惱 這個叫然違犯 這樣明白嗎 再來 若有懶惰 懈怠 而氣捨眾生 這個是妄失正念的原因 由妄念故不做勞役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是因為 這個惡性眾生 我對他的惡性 暴惡跟犯戒 生起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衝突性 生起的一個對立心 我不想要跟這樣的人來往 我不想要跟這樣的人互動 你用這種稱恨嫌恨會惱的 這個叫做跟稱心相應的煩惱 這個就是一個懶迴犯 那如果你不是這樣的狀況 你只是就是懈怠懶惰而已 這個就是跟一個正念的往事相應的 而不懈勞役眾生的 世民有犯這樣還是有違反的 因為你只要不勞役眾生 就是違反菩薩界 有所違越 非然違反 也就是你因為是懈怠懶惰的關係 而不是因為稱惠 賢恨這個眾生的關係 這個在菩薩界裡面 它是有差別的 這樣明白嗎 這個就是一個煩惱心的違反 帶著煩惱心來違反的 這個叫懶違反 不帶著煩惱心 你可能是懈怠懶惰 忘失正念來違反的 這個叫非然違反 這樣明白嗎 所以其實在於前不上戒本裡面 對於這個犯與不犯的這個開則 跟染或是非染的狀況 其實他就是講得很清楚 這是捨惡性人的部分 再來 遠懈怠者 心慢亂意 這個遠懈怠者就是 你對於懈怠的佛弟子 你不想去勸敬他 然後你覺得他不夠認真 不想要跟這樣的人在一起 也不想要去規勸他 這個叫遠懈怠者 那氫慢亂意 也就是你會比較輕視那種 心念不夠堅定的佛弟子 或是常常懈怠散慢的佛弟子 這個叫氫慢亂意 那再來 極賢惡惠啊 智慧惡的 惡的智慧 這是什麼 也就是邪之見 邪之見叫惡惠 也就是你會去嫌棄 會去績笑 會去厭惡這種邪之見 或是愚笨的人 乃至怎麼樣 不是心裡深重稱恨而已 還口發惡言 極賢取笑 嫌棄 這個叫極賢惡惠 那我們來看一下 極賢菩薩戒本裡面 有一條 跟這個極賢惡惠有關的 他就講到 無謂宣縮戒 好我們來看一下 落諸菩薩 安諸菩薩 進階御移 見諸有情 什麼樣的有情 也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惡惠的有情 有邪之見的有情 這個叫非禮的行者 不能明辨是非跟邪政 這是政道還是邪見 他不能清楚的去了解 而信邪導見的人 這個叫非禮行者 相信外道的人 怎麼樣的非禮法 這邊就寫 為求憲法後法 世故 憲法後法指的就是 憲法就是今生 後法就是來生 或者是往後的生命當中 簡單講就是什麼 你的福報 見到眾生為求諸於 通常一切的眾生 在求憲法跟後法求的是什麼東西 你們去想想看我們自己 我們在追求這個世間的福業的時候 你會追求什麼 長壽 富貴 相好莊嚴 是不是都是這些 平安 消災免難 其實你去看這些 通常都是會是我們 五欲 世間五欲的這種追求 五欲就是有兩倍 才盛名十歲 另外一個五欲是什麼 就是你色身相為處的 這種欲樂的感官的這種 這種歡樂 這個叫為求諸於 不管是你為了現世的這個利益福報 或者是你為了未來 下輩子乃至多生的利益福報 或者是什麼 有的人他認為他想要升天 或者是有一種受職外道的這種邪之間的一種解脫 這樣子的一個因緣 為求憲法後法事故 廣行非禮 這廣行非禮指的就是指不如禮的 之前講過在佛法當中講的不如禮的標準 在哪裡 什麼叫如禮 最簡單的就是因果 沒有違背因果的叫如禮 這樣理解嗎 這世間佛法跟我們講的一個核心的重點 就是緣起法 任何一法都是因緣所生 所以佛法當中講的空性 是建立在緣起的基礎之上 而有空性的這一法 所以 如禮指的是指說 他契合宇宙萬法生成的這個鬼範 鬼則 也就是他是合乎緣起法的 這個叫如禮 那廣行非禮指的就是指說 這個行者他所受持的這個知見 他是不合因果的 他是有違背因果的 因果跟我們講如是因如是果 可是他今天會這樣的一個行詞 跟有這樣的一個知見跟想法 是從佛法的角度來看 他是不合因果 乃至是有知見偏邪的一個狀況 譬如說 舉個例子 當初在佛印度有96種外道 六師96種外道 那有很多的外道 看牛吃草 那這個牛 他這一輩子生命結束之後 他下輩子升天了 他就以為吃草 可以升天 或者是學狗吃大便 那狗升天了 他就認為說吃大便 可以升天 那這個當中其實有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他今天升天並不是因為吃草 或是吃大便而升天的 所以換句話說 你如果去持這個牛戒 跟持這個狗戒 學他吃草 學他吃大便 你會不會升天 不會嘛 所以這就是知見上的錯谬的一個詞戒 這叫戒進取戒 這樣子就是一個廣行非禮的一個例子 乃至我們縣世有很多人怎麼樣 殺害生命來祭祀神明啊 賭信鬼神 乃至修行外道的苦行啊 修行外道的苦行 這邊跟大家講一個 佛法跟外道在面對這個業力的處理方式不一樣 這個上次有跟大家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玉清師姐問的 學習佛法的過程當中 拜燦 那就是也是同時要進行的 當然是同時要進行的 這個道理 我們在學佛修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調伏兩個事情 一個是我們重大的一個生死的一個業力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知見的一個顛倒跟妄想 這個業力的調伏跟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有關 這個知見是不是顛倒妄想 這是跟我們明言我們的第六意識有關 你在修行的切入點的問題 拜燦是哪一邊 對 你如果透過像你 歸一三寶 禮拜懺悔 發苦疑心 發怨 或者是你迴向 就是我們梁黃燦有沒有 的那個四個重點 他都是在處理我們的業力的 所以我們一般在講拜燦的時候 你在對峙的其實是你一個業力 而且是什麼的業力 就是你比較重的業力 什麼叫重的業力 對阿 殺到淫望這個四根本 這個就是重大的業力 因為四根本 殺到淫望這個因果上是不好的 所以他是性罪的 因果上不好 體性上不對的這個事情 你如果去違反殺到淫望這個四法 他在你生死當中 會形成一個讓你去趨向惡道 讓你去輪轉生死的一個動力 很大主要根本的原因就是你這個惡業 那當然如果你有這個根本的重罪的話 你的往生容不容易去淨土 沒辦法不可能 對不可能為什麼 因為那個業力會導致你往下去沉淪 所以說我們在調伏我們的煩惱跟生死的這種狀況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我們修歸一或是禮拜懺悔 或是你在任何的家行 其實你要對這是你的一個業力的一個深層跟現行 這個是處理業力業感的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你要去調伏的你的就是你現在你的肢見的問題 如果你要講起來這個顛倒妄想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的 無始無明就是這個一念無明 所以你換句話說你要去理解為什麼我們會有這個 這就叫做顛倒妄想 你慢慢開始這個要怎麼進行 就是要從我們學習佛法的聽文文思修去改變 你要對峙這個一念無明就是要從文思修 那這個其實也就是上一次上個禮拜這個張師兄 你問的一個問題 你不是問說為什麼佛法龍聽了聽了 或是學了學了結果怎麼樣 又不上 這個就是我們的之間問題 你沒有透過文思修去徹底的把我們這個 對於身見對於我見對於一切法 這種顯像的一個無明妄想的一個顛倒 你沒有去如實的去看到一切法的實相 這個就是跟我們的見地之間有關係的 跟第六意識的分別妄想性 那你說為什麼我們可以學佛修行 就是因為也是有這個第六意識 你能夠去簡別 能夠去明瞭分辨的一個能力 所以從這兩個角度 你一方面你要調伏你第八愛耶識當中 你所有這個惡業力 惡業生死業力的這種種子 你不要去相訊他 你不要去相訊他 這個就是從斷相訊的這個角度來看的 那這個第八愛耶識裡面這個叫做種子 那能不能斷相訊這個就要靠你的第六意識 你第六意識扮演一個很重大的角度 就是你要去斷那個相訊性 你才有辦法去對峙你這個顛倒妄想 否則你的業力種子它就會現行 所以說這個就是處理煩惱 我們上次講的 你要處理煩惱還是要處理業力 這個就是從業力 這個業感 生死業力就是從第八愛耶識 這樣明白嗎 所以你說你要處理哪一邊 兩邊都要處理 那這邊是為了防範你的重大的那種事根本 你曾經你這輩子如果沒有 你過去有沒有 你不知道 通常你都是有人 通常都是有人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敗燦 處理的是這一方面 生死業力的問題 那你現在現前你為什麼要聽文佛法 文師修去訓習 你就要把你的之間先搞清楚 你學法的一個正之間 你那個合不合因果 如理如法 你有沒有如理 你知不知道緣起 知不知道信空 知不知道菩提心 知不知道真如法 都是從之間上 正念真如也是從這邊的 你說為什麼阿羅漢 四國阿羅漢 犧牲 去斷除過去無死解來生死的重罪 怎麼做到的 對 知見正確 他斷了這個煩惱的相許心 所以他這裡整個都沒了 不會現行 這樣明白阿 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重點 你現在之間不對阿 然後你怎麼處理 你再怎麼拜 你如果之間不對 你會不會相遜那個煩惱 會 你業力會不會現行 會現行 所以你不是只有舊的要處理 你還有新的 這樣明白阿 所以關鍵關鍵的重點 要搞清楚阿 兩個面向阿 這個三剛好 今天玉清剛好沒阿 上一個禮拜就是在講這個問題 他說 欸我們聽聞佛法 感覺好像之間的建立 那世修是不是 就是懺悔的事修要到同時 當然要阿 可是你要知道這個處理的是處理什麼 懺悔的這個部分是處理我們 過去的業力 不要讓他 果報一個現行 那當然你知道了之後 你還會不會再造作 不會阿 你不會再造作 你就是斷相許 你不造作就是斷了這個煩惱的相許 那你種子就不容易現行 這樣明白嗎 所以關鍵是在這裡啊 兩個部分都要去進行 一個是從這個阿賴爺是生死的業力 有沒有辦法處理乾淨啊 這個上次講的沒有辦法 所以關鍵就是說 你這邊要多用一點心 在政治界的建立上 在文師修的訊息上 所以任年經常會講 從文師修入三墨底 你如果只是要從業力這邊去處理 用敗燦啊 能不能成就 很難 因為你 不是說敗燦不能成就 而是說你只處理生死業力 你沒有去把自己的之間 煩惱去處理好 你沒有辦法解決根本的問題啊 簡單來講啊 這個地方阿賴是 這個是果的現行啊 你如果處理這邊生死業力 你就是在處理果 這一邊是從什麼 你的因要做好啊 如果 你這隻手 然後去殺人 那你說 我把這隻手砍斷 這樣你就不會殺人嗎 對啊 還是會嘛 所以你砍斷這個手 是處理你這個果報 你的手 手是一個果嗎 這樣這樣明白嗎 你要去處理的是 煩惱的相去 你要去阻斷他 而不是去處理這個果 那外道修苦行 他就是去處理這個業力 他覺得吃苦了苦 所以外道像以前佛式時期 印度有很多外道 他是做那種很奇怪的苦行的 甚至很極端的 不吃的 不喝的 有沒有 這個就是直接他覺得他受苦 來了這個苦 他是直接從生死 他從業力去處理 那佛就講了 你直接處理業力 沒有辦法解決生死的問題 因為你這個業感有無量的 你拿這一輩子來去處理 無始劫來的業力 你消化不掉嗎 消化不掉 那你要怎麼樣弄 就像阿羅漢這樣 他七輩子了 無始劫來的生死業力 怎麼弄的 直接給他弄對 處理煩惱 斷相去心 這樣明白 這個就是佛法跟外道的差別 所以在這邊講到這個非理行者 就是包括所有不合因果之間偏邪的 都是屬於非理的範圍 那這邊就有提到 就是好比你殺生祭世 你為了祭世神明 你用殺生的方式 能夠求得你的現世跟未來的安樂跟福報嗎 不行啊 地藏經就講了 你不要說祭世神明 你拜祖先就好 當然 如果祖先很執著啊 如果祖先很執著 你一定要拿三生來 來拜我的話 那 那這個也是一個因緣啊 那真的有時候你也沒有辦法 真的就是有人這樣子 那個真的也是蠻無奈 可是地藏經就跟你講 這個東西不會是一個福業的 有沒有 那地藏經不是講嗎 小孩子生出來 然後如果家裡面的人要慶祝的話 這個就是怎麼樣啊 這個就是會連累拖到那個母親跟小孩 他惡業就多了 有沒有 可是你看你看看我們聖者 天台智者大師啊 在他的這個序高僧傳裡面啊 道宣大師怎麼記載 那個時候他爸爸是一個水帶的大臣 他們俗姓好像是姓臣 然後你看他家就智者大師誕生的時候 他們家就很高興啊 殺雞宰羊的要來慶祝 結果你知道智者大師 你看他是一個大菩薩來的嘛 天台中的這個祖師啊 你知道他那個家裡的福人 要殺雞宰羊的時候 偏偏就是你要燒我煮水的時候 結果那個火就滅了 你說這個風怎麼來的 對啦 這個就是他的菩提心 他菩提心設持 當他的火爆要有惡葉沉險的時候 不容易成就的 這個就是一個菩提心設持的 一個散法的一個結果 結果殺雞宰羊 有沒有可能成就 沒辦法 就是這樣子的 這個就是不只自己沒有過失啊 也不會去傷害眾生 都還有利他的功德 這個就是菩提心的設持啊 所以有很多人啊 你們有沒有聽過拍米術啊 有很多人就是 媽媽懷孕他的時候 或者是 都沒有辦法去碰 去吃到那些葷食啊 這個其實都是過去有一個善根的 可是呢 現輩子 這輩子之後 有出生這輩子的因緣 跟現世的一個糾結 所以他未必能夠去相去那個菩提的心願 會有這個狀況 有的就能夠維持下來 所以這個也是維繫下來 所以這個也是蠻有意思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眾生為了求現世後世的一個 娛樂 福報 利益 來廣行非禮 這樣的人 我們對他懷這個賢恨心 會腦心 而不為他宣說如實的正理 也換句話說 這個你受菩薩戒之後 你於眾生你應該就是你要如實的 以這個慈悲慈愛柔軟的這種 就是以這種愛語啊 你去開導他 如理 什麼是如理 什麼是如法 讓他能夠迷途之法 可是你偏偏 因為你的賢恨心 跟你的慧腦心 而你不去做這個 為他宣說如實正理 這個就是 一些戒本講的這個 不為宣說戒 這個也就是 懷音心這裡講的 極賢惡貴 有沒有 對於賢之戒的人 你沒有辦法以一個平常心 利益眾生的心去面對他 這個就是世民有犯 有所違約 也就是違犯了這個菩薩立身 立他的這個境界律儀 你菩薩三句境界嘛 色律儀、色善、法分、勞逸有情 你就沒有辦法去圓滿 這個是釋然違犯 所以說這個就是 跟你的賢恨心、會腦心、稱恨心相應的 這個是藍違犯 那若有懶惰、懈待所必 也就是你因為 你不是你對這樣的人 你知道他不對 可是你不為他宣說 你並不是因為 有一個衝突對立心 跟賢恨心、稱恨心的關係 你就是一個藍 不想做 就這樣子 不會宣說 這樣子是有犯的 可是是非藍的一個違犯 沒有跟這種 反而心相應的 這個部分 好 那你來看 他這一條裡面還有講到 無違犯的部分 我們上次講 有犯、不犯 犯裡面有藍違犯、非藍違犯 這邊講到什麼時候 是不違犯的狀況 無違犯者 若自知無知啊 也就是你對於這樣寫之間的一個外道也好 或是修行人也好 你自己本身 自己知道自己的智慧不足 可能不一定能夠很正確 儒利的把這個佛法的證明 做一個交代跟宣說 那如果你勉強而去講 可能會怎麼樣 會有反效果 或者是會誤導 讓眾生誤解 會有這個反效果產生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不說 那再來 若無氣力啊 就是你身體 弱到沒辦法去講 這可能你生病的時候 若無氣力 那再來 若轉請他有立者說 也就是你自己雖然不能講 可是你怎麼樣 我已經請人家去講了 你轉請其他有能力 來宣說佛法正理的人 來幫忙勸說 那這樣可以 那再來 若即彼人自有智力啊 也就是說 你知道對方啊 他其實是有這個智慧 有這個能力判斷 能夠明辨正理的 能夠慢慢去自己反省 然後停止這樣的一個惡行 改做善行的 這樣你不跟他講 那也可以的 再來 若彼有餘善有赦受 也就是他有其他的善 余善有 就是其他的善知識 在護持 在勸說 跟他勸說的 這也可以 那若欲方便 調筆 伏筆啊 也就是 為了方便去調伏對方 讓他能夠 讓他能夠起一個自覺反省 省察 警惕 讓他也知道 為什麼你不跟他講 你本來是要去跟他說的 那你現在不跟他講了 因為他這是非禮的行徑 讓他知道 他知道 他能夠知道的 而能讓他去遠離這個寫之間 遠離這個不如法的情勢 這個也可以 為了方便調伏 你就不為他宣說 反而可以 讓他起到一個自覺反省的效果 這時候就可以 若知未說如實正理 起賢恨心 有些外道或是邪之賤的人 你越跟他講 他怎麼樣 他就越生氣 對啊 這個也是一個狀況 那再來 若發惡言 就是意思就是 對方可能會 惡頭毀棒 若顛倒獸 也就是說 他本來已經很顛倒 邪之賤已經很堅固了 那因為沒有智慧的關係 他有可能 因為你跟他講之後 他又加深 他的這種偏見的一個程度 更極端了 這個就是叫做顛倒獸 他往另外一個方向跑 這個就是 也是開源的一個狀況之一 若外境 也就是說 你已經知道說 你即使怎麼跟他講 他都不會生起這個信心 也不會生起盡性 不會信受的 這個就是無外境 若父知彼 性必烈 這個值就是指 對方這個眾生 他性情是什麼 剛強難調 難令離遇 調補煩惱的 這個你就知道 這個性情使然 暫時沒辦法去影響他 那不畏宣說 皆無違犯 那所以這邊就 其實講到一個開源的部分 不犯的一個狀況 在於前 胡殺戒本裡面 你會看到 屬於清戒的部分 他基本上都有交代了 犯 不犯 那犯的部分 有藍違犯跟非藍違犯 或是 不違犯 無違犯的部分 好 這個就是在講 這個第二個 惡心不失 稱心慈戒 捨惡心仁 遠離懈怠 心慢亂意 畸嫌惡惠 視為魔業 好 這個就遠離菩提心 所以在華語經裡面 這個就是魔業 好 你看這個都跟菩薩戒是有關係的 好 好我們來看第三個 於聖身法 心聲謙令 有看化者 而不畏縮 若得財力 恭敬 共揚 雖非法系 而強畏縮 視為魔業 這個就是顛倒說法 你該講的 你不講 你不該講的 你講了 這個就是好 你看這邊就講好 凡有說法 我們就是你要去跟眾生分享的時候 分享佛法 行法 正良法 故事的時候 你就是要上氣諸佛教理行國 這個就是說法要兩個標準 第一個要氣禮 符合諸佛的一個教說 中道實相 那下氣什麼 有情眾生能夠平等利益 對這個是氣機的部分 所以 所以在佛法的一個宣傳上 要符合兩個原則 第一個 氣禮 第二個 氣機 要相應 要相應 就是這個教理 也要相應這個眾生的基幹 若隨順至心分別啊 求利或法 為了自己的利益 分別心 泡藥心 私心 求這個利益 或法 或是什麼 就是一個交易 把法拿來當作是一種交易 交換 你給我利益 我給你法 這個就是一個貨法 買賣 隨意而傳 隨你自己的心意 而不是以氣禮 氣機的這個原則 原理去說法 去跟眾生分享佛法 躺說佛法 縱使你說的是佛法 是佛說 易或摩說 這到底是佛說的還是摩說的 那就是自己 自己說的摩說 故因隨原化度 而不攀緣 另一切眾生發起善根成就智慧 隨順正達出世間會 這個就是我們引導眾生的方向 要以氣跟氣機 而不是以自己私利的這種目的 跟動機為主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死菩薩戒經裡面 他就也是四眾當中 有一個千禧財法 第二 這邊就提到 洛菩薩 賜有財物 性千禧 也就是自己有 然後可是他怎麼樣 他千禮 千禮 性情比較千禮 比較愛惜 然後貧苦眾生 無所依護 來求所者 不起悲心 己失所求 這個就是指財師的部分 如果有眾生來跟你求所 他所需的財物 物品 生活必須的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菩薩有的話 那多少 多的我們可以施捨給人家 那你自有財物 可是因為你 性千禧故 你千禮 貪灼的關係 不捨的關係 而不起 慈悲心 私己所求 或者 第二個 他講到法師的部分 才法二師 有欲聞法 想要聽聞佛法的眾生 你怎麼樣 另習不說 你覺得我這個法很好 或是我懂得這個 你不懂 我不想要讓你懂得比我多 或是我就是捨不得去分享 這個就是一個令法 千法 這個在菩薩界裡頭都是根本的 我們上個禮拜有提到 菩薩界的勢眾界 對字的 自讚悔他 千禧加悔 稱心不受悔 稱心不受悔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那現在講的是這個千禧加悔 這個字的都是貪心、極度心 千令心、稱心、愚痴心跟邪見 這個就是我們的心念煩惱很嚴重 對菩薩界來講是一個嚴重違反的部分 所以啊 如果我們平常啊 雖然現在我們都沒有 還沒受菩薩界 可是你現在知道了之後 平常我們就要去避免有這樣的煩惱心出來 因為這個是會有損菩提 雖然你沒有受菩薩界 可是在因果上 你會有這樣的煩惱心 你在現在還是未來的生命當中 你在受果的時候你就怎麼樣 不容易完整 有缺陷 有過失 這樣明白嗎 所以這個大家要知道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千禧財法 我們前面這裡 所以於聖神法簽令 新生簽令 有看話者不會宣說 這個就是千禧財法這個部分 那後面這一段啊 若得財力 恭敬 供養 雖非法系而強畏縮 這個就是屬於 以自己的愛染心 來說法 或者是來管理屠宗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瑜伽 古詐戒本有一條 叫做染心育重戒 也就是像現在有很多這種外道 現在基本上有一個名詞叫做 新興宗教 你們有聽過嗎 現在你去看 像中國大陸好像就是有 公佈那個邪教的名單 其實每一個國家 不然你上網 維基板科你也會查到 每一個國家其實他都有 所謂的邪教 甚至他有名單的 那這個邪教 如果你在宗教當中來講 現在一般有時候 他就是為你這個 新興宗教的名字 來取代這個邪教 宗教的領域比較不會用邪教這個字 因為他比較銳利一點 衝突性也比較大一點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 從這個外道這個 同樣的一個概念 好 那現在講就是講新興宗教 其實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他對於法的流傳 甚至有的都是像老鼠會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去找找多少人這樣子 然後供養多少就是這樣子 會有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乃至他就是有個人的偶像崇拜的這種 或是這種神機的這種崇拜 就會有很多這樣 然後會引導他的信徒去做一些 跟社會跟家庭有一個背離的一種狀態 好 他現在有很多這種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個燃心欲重 他的戒文 他就講到 若諸菩薩 安住菩薩 進戒律儀 貪著共識真上利固 以愛燃心管欲徒重 世民有犯 有所違約 世然違犯 也就是我們在管理或是收取信眾的動機 是為了要貪著這個供養跟侍奉 這個就是這邊講的貪著共識真上利固 也就是希望你的供養多一點 多更多 那你目的是要讓他們為自己的一個團體 或是個人來做一個服務 而不是要以正法英國的道理 十善業道的這種道理去教導他們 或是中道實相的這種道理去引導 而是一個崇拜的方式 或是外求的這種方法 不是要度化他們走向這種 真實解脫的這種方向的 這個就是以以染心來欲重 來調育這個眾生信徒的這個部分 這個也是菩薩界所見的內容 這邊就是講的 若得財力功金利揚 雖非法器 而強會說 只要他有錢就好了 只要我有利益就好了 這個是不行的 我覺得其實我們佛弟子 你就是把握一個原則 你用佛法去勘厭他就好了 別人怎麼樣 有沒有被列入邪教或新生宗教的這個部分 那就是各有各的因緣 對啊 那個也是一種貢業 其實那個有時候就是你知道就好了 你也不需要去跟他有一個衝突性 對像剛剛講的那個惡惠啊 我們也不需要去激嫌 也不需要去對他怎麼樣啊 你能影響你就影響 你不能影響 你能救 你能救救救 不能救你 你沒有辦法你怎麼辦 有些東西你不需要去強辯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因緣業力啊 那就是一個業力啊 因為不知道的人就打散了 結果就去 那你自己要把握好啊 那很多人就知道啊 你成立今天你開悟了 你成就了 你有能力你再去救 現在是這個問題 現在是你自己能不能把握好有時候 這是一個問題了 對啊 現在路外道 其實中間要衝刺非常嚴重的啊 對啊 到處都有的啊 就算他因緣就變得重 那你只能說他過去有協會 協之間的因緣啊 那就是其實有一個方式啊 那就是拔河嘛 拔河你就是說 你有給他一個因緣 往這個方向去 那如果說他慢慢他這種因緣成熟 他可能就往這個方向走 因為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一八二一的是當中的種子啊 無量無邊 你當然也有過去 你有可能是外道的因緣 那你說你現在怎麼做 我現在就是加強我現在的政見啊 如理如法 就是這樣而已啊 我說你怎麼去弄 你沒辦法弄 這樣明白嗎 有些時候齁 真的就是一個業力啊 那就是因為他這個已經都成形了 你知道嗎 都成形了 你不能說我現在把他怎麼處理掉 他沒有辦法處理他 他的業力要去消化 那信他的人一樣有信他的人 那是他的一個協之間 一個因緣 協會的因緣 你只能說你能夠 你能夠多給他一些佛法的正理 或是這種正道的這個引導 那我們就盡量盡力盡力為之 如果不行你怎麼辦 你也就等他這個業力去消化 你只要你重點是自己也要把握好 你能夠影響的你多多幫忙這樣子 有時候你沒辦法你也就沒辦法 其實齁你們要記得一件事情 很多事情我們會去相應 這一個煩惱心是我們要去處理的 就是上面講的這裡 如果你業力現前 你的煩惱心不去相去跟相應的話 他其實就是只是一個顯現而已 關鍵在這裡 那他就怎麼樣 他其實對你也沒有各個不相知 法案經裡面就這樣講 真的是各個不相知 怎麼會相知 你用你的意思心去攀緣他 那就是天雷勾動地魔 那就會有關係了 這樣明白嗎 所以關鍵是我們現前這一念心 你如何去安住 安住這個忠道實相 直到他是因緣所生法 你自己的心能夠持平的去守心啊 守心不惡啊 無主弘仁大師講的 你如何守住你這顆真心 不被妄念 妄心所成就的這個業力 這生死業感的這個境界去牽動 去感召感應 這個是我們佛弟只要去用心的地方 否則你就是會一直面對不同的境界因緣跟業力的生成 那沒完沒了 那真的是沒完沒了 不管你修什麼法門 你念佛也好 你禪修你打坐也好 你為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斷煩惱的相緒啊 為什麼要有法門 就是要拉回來這個正面啊 你只是說法門不一樣 有的是坐在土台上 屬席 對啊 有的是透過念佛號 就是這樣 有的是透過持咒 那不一樣的法門 不一樣的因緣 這是跟根氣有關係 可是所有的法門都是要回到哪裡 回到這個實相 教你我們怎麼回到實相 那我們繼續跟大家講 第四個 不要 不好要 不要聽聞朱波羅蜜 假使文說而不修行 雖意修行多生懈怠 以懈怠固 至意俠烈 不求無上大菩提法 視為魔業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其實跟我們之前在講實性的時候 這個禽守菩薩 他其實講的就是一個精進心 再回答這個正教生生 那個時候文書在實性法門裡面 文書菩薩 他就問道 他說佛教是一 這我們之前講過 斷煩惱及 正出離滅 我們四聖地 苦及滅道 要斷世間煩惱的一個集會相叙 而正得出離世間 出世間的這種激淨 這樣子的道理 此意不書 就是其實佛法都在講這個道理 那為何所有的人同樣的同見 所見不意 也就是同樣大家 我弟子都是這樣子的聽聞 這樣的見聞佛法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有成就的 有不成就的 有解脫的 有不解脫的 還記得嗎 這個之前有講過 而不是吸斷煩惱服 而不是全部的人都能夠斷獲政 這個陳冠大師在解釋的時候 他就講到 總在欲言不同 各有各的這個因緣 什麼緣 也就是你會有 你有沒有遇到好的善知識的引導 那你有沒有好的同參道友相互扶持 那你有沒有一個好的修學的環境 這個就是欲言不同 那因之 造成有人成就有人不成就有人解脫有人不解脫的關鍵 就是在這裡 他說修行有勤勞的有懶惰的 就是你對於落實你落實到什麼程度 對於這個文思修 你能夠實踐到什麼程度 那藏有潛深 也就是我們過去的這個業力煩惱 三藏 煩惱障、業障、暴障 每個人的深淺障礙 阻礙我們 心地光明的這種障礙不一樣 各個深淺不異啊 還有積有身熟 也就是眾生 這個積就是指的眾生 你的善根啊 有深厚的 有淺薄的 那這個善根 基本上就是指這個智慧 佛法的這個智慧 原有俱缺 也就是你剛剛講的那個 善知識的因緣 同參道友的因緣 你修學的條件因緣 這些真上緣你具不具足 那智有明媚 也就是說你有沒有這個悟性 一樣在因緣境界當中 你看那個圓絕人 就是觀世間的這種 沉住壞空 他就怎麼樣 他就悟到 這個就是智有明媚 不一樣的一個悟性 那公有厚活 也就是你下的功夫扎實 深厚於佛 所以造成成就不成就 解脫不解脫 時速快慢的不同 所以諸佛的例子 應該在佛法當中 發一個廣大的誓願 就是我們就講了 為什麼我們是叫做佛子 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修學佛法 就是因為要去成就這個佛道 我們就要立定這個志向 所以於廣大法中 心無雀弱 你要發這個誓願 所以這一條剛好指的就是 對峙這個不樂聽文 波羅蜜 也就是這個之前講 波羅蜜到彼岸的這個智慧 到這個成就佛道的這個智慧 乃至你即使聽文了也不好好修行 或是修行了你又多生懈怠懶惰 或是智義狹烈 不求人像大福底法的 這個就是講到那個發心的問題 所以佛弟子應該修學佛法就是要發大誓願 就是要學佛修學佛道的 於廣大法中心無雀弱 不要看到看到法因經那種大步 然後就開始頭暈目眩 於佛所說法因啊 人可事理啊 這個人可指的就是你要能夠清楚 而且你要能夠確定 什麼是理什麼是事 而不會經過啊 不會經過就是 這個就講到這個惡聖人 我們往下講也會講到惡聖人 對於這個佛所說的這個 中道實相之法 他沒有辦法接受 樂於文師修 能夠發起願意文師修 的這種靜靜心 這個舉了懷疑經裡面的這個 食人品裡面 菩薩蒙和薩第一陰生人的經文 我們來看一下 為文諸佛所說之法 諸佛所說的法 指的就是一切的真實法 這個是指諸佛所說法 對於佛所說的這個真實法 這個實相的道理 能夠不經 不布 不畏 能夠深信 解悟 我們先看完 深信解悟 然後還愛樂 去向 專心意念 休息 跟安住 你看喔 這一段經文 其實 不多 可是你要去理解這段經文 其實就是上個禮拜 張師修文的那個問題 文師修的過程 怎麼去建立一個正確的一個自見 跟一個修行的一個引導 我們來從前面這邊開始 什麼時候會出現經 不跟不畏的狀況 而沒有辦法發起深信解悟 這個就講到這個二聖人 在聽聞佛的這個教說的時候 對於這個空有的這個理解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講的不禁止的是指 聽聞到無相之法 心不生經 無相 你如果之前沒有接觸過佛法 聽說佛法裡面講的 很多人這樣子 很多人會生起這樣的疑惑 佛法裡面什麼都是無啊 那是不是很恐怖 有沒有 有啊很多人是這樣子的 因為你不理解他的道理 所以你會生起經歩 是這樣子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無相 無生跟無性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三性跟三無性 你們還記得嗎 我們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三性是哪三性 依他起 依他起就是一切存在 每一法本身 眾圓合合 這個他指的是眾多的因緣 依眾多的因緣來成就 這個叫依他起 那你在這個因緣 佛教講元起法 這個依他起本身 就是一個存在的一個真理 萬法存在的鬼則 那在這個鬼則下 如果我們是 忘心分別 一念無明的這種忘心分別 那你就是什麼 起了這個騙濟值 你會普遍去思維 去分辨 去忌妒 忌良 這一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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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一個騙濟所知性 你給他很多的認識 名言 名稱 概念 言說 去定義 定義他 去認識他 那元稱實指的就是指說 你在緣起 依他起的當下 你就怎麼樣 你就安住在這個實相當中 這樣理解嗎 所以這個三性 他其實 對應的 就是所謂的三無性 我們先講義他起 義他起 是指一切法的生成來講 所以他對應的三無性 指的就是 身無自性 三性嘛 三性就是三種自性 那現在相應的就是無自性 就是意思就是什麼 剛剛的這個性也是什麼 也是緣起的 無自性的 這個是身無自性 那騙濟值是什麼 騙濟值就是相 你對於一切法的存在 你會有對於這一法的一個認識 那個就是相有自性 那元稱實是什麼 它是聖意 你知不知道它是實相 實相也是無自性的 生意無自性 所以你看那個佛法很有意思 有利就有破 你今天利一法 你就是為了要對之一法 所以你利一法 你就是會有所對峙 你要破的對象 所以在講三性的時候 為了就是破的眾生的那種妄想性 跟子取性 而講了三性 那這個三無自性是指什麼 要讓你知道 連這個三性的這一法 也是無性 也是無自性空 這樣明白嗎 所以其實一切佛法的道理 其實就是一個必盡空的道理 因為它是緣起 有這樣的一個過失 你才要去對峙 這個叫做對峙 這個叫破跟利 所以這邊講的就是這個 所以這裡講的不經不步不畏 你看這個講義裡面這邊 文無相不經啊 你看 騙計所值性講的就是什麼 就是顯像 沒有它的顯像 這個法相的自性 為什麼 因為是我們普遍的嫉妒 我們普遍的思量 分別它 而有這個像的一個法 法相的存在 這個叫像無自性 那你聽聞這個無相 你不會起一個恐懼 進步 這是因為你了解 這個顯像是騙計所值所有的 所以你 當你聽到佛講無相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恐懼 是這樣子的 那不不呢 是你聽佛說無身 那你知道這個身 萬法的身成是 依它起的 那緣起並沒有自身的自性 所以這個叫無身 這樣理解嗎 那這個叫不不 那不會呢 指的就是指 連空性啊 連實相 都是什麼 都是無自性的 因為你了解到 真如 無性性 真如沒有真如的自性 這個就是 聽聞到無性而不不畏 所以這個不經不不不畏 就是你聽聞佛說的一切法 你都能夠如理的去知道 它的理跟事 這樣明白嗎 這邊在講的是這個道理 事相就是它的顯像 是什麼生成的 依它起而有的 所以生就無自性 你知道這個道理 你就不會進步 所以相無自性也是從眾生的妄想來的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原成實性 這個真如也是無自性的 所以才能隨緣緣起萬法 如果你真如有自性 那就是得二聖人所證的 偏空滅潭 他就是有空的實性 所以會聽聞佛法經部跟部位的 最早其實就是從二聖人聽聞佛說法空 連空也空 這時候就升起巨大的這個進步性 部位性 二聖人的修法 它是一個對立的生滅法 因為他要對自什麼 他要對自生死 他有生死這一法 所以他就有涅槃這一法 所以他的所證的空 所證的涅槃 叫做偏空涅槃 是這樣子來的 當佛在講一切法都無自性的時候 他說 怎麼涅槃這一法也是無自性的 就沒有辦法消化 所以二聖人在華言會上 乃至在法華會上 有多少身文需求退洗啊 五千 你看連這種身文眾都會退洗喔 所以你看更何況我們一切的眾生 聽聞到這種佛法 告訴你 你本來就是佛 告訴你實相的時候 你反而怎麼樣 沒辦法接受 這裡就是這邊講的 文諸佛所說之法 你有精、悟、畏 所以沒有辦法申請身性跟悟解 這樣理解嗎 這邊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這個前面就是在講說 不樂聽聞諸佛羅蜜 也就是你對這個大聖法 或是佛聖的法 你沒有辦法去接受 不喜歡好妖聽聞 乃至你聽聞了之後 你沒有辦法如理的思維 就文思修的過程 生懈怠 沒有辦法求無上福利 這個都是這個內涵 那我們這邊就講到 你看這邊 這裡就是從文思修 露三摩地的一個次第 身性誤解 愛樂去向 專心意念 休息跟安住 這幾個部分 可以分成文思修的次第 我們用顏色把它分開 我們先講 身性跟悟解 這個是文所成慧 也就是你文思修三個階段當中 其實它都會有相對應 這一個階段所形成的 一個智慧跟觀照 那在文的階段 產生的智慧叫文所成慧 在思的階段 產生的智慧叫思所成慧 我們來看一下 身性這個是文所成慧的一個開始 也就是你能發起一個性解心 身心性解這一法 佛的一個所說之法 實相中道實相的道理 這個是身性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你的菩提心的一個發起 這個就是聽文的智慧的開始 那誤解呢 誤解就是你對於這個佛法的聽文 你能夠生起一個正確之間的一個了解 這個就是誤解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你在解上你能夠明白 這個就是聽文所得到的智慧 稱為誤解 理解上的明白 那思維 到了思維的階段 這個時候就叫做聖解 他就不是只有在解方面理解而已 可是就是他能夠如理的去思維 我們來看一下 《雜案》《雜案經》裡面他有提到 假使有世間啊 正見真上者 衰富百千生 終不度惡道 這個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假設這個世間上啊 有眾生有人 他正見真上 那你說正見真上怎麼來的 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到 他是從你聽文 所成就的這個智慧來的 他這個正見真上並不是要你 已經有思維跟修習的一個實踐 而是你只單純從聽文佛法這裡 去得到一個對佛法的一個正確的了解 因果的道理 實相的道理 正知見的見立 這個就是一個正見真上 如果你有這樣的正知見的見立的話 雖然你還是在人世間當中去流轉 三界當中去流轉 可是你怎麼樣 不會做到惡道當中 這邊是這個答案經裡面跟我們講的 若人身在世啊 能得正見力量 所謂就是這邊講的文所成會 正見真上者就是這個文所成會 那這個文所成會就是你透過你讀宋經典 或是你學習佛法 聽文開示而得到的這個正知見的一個智慧 這個就是一個文所成會 這樣明白嗎 所以其實你們現在都是在建立這個文所成會的一個過程 這樣了解嗎 那你這個正見的力量 你不斷的讓他增上 這個叫做文會有力啊 這個叫做增長不退 如果你這個正知見的力量 文所成會的一個智慧力 能夠不容易退失 這個叫正見難舉壞 不會退失 就即便你什麼 你身在沒有佛法的地方 你都還會有這樣的一個正念 都還會有這樣一份菩提的一個功德 這個就是一個文所成會的一個功德 即使你會起煩惱 可是你會不會造重大罪業 不會 因為你有正知見的色執 你知道什麼是如理 什麼是非理 什麼是合因果 什麼是不合因果 你知道善惡業道 所以你就怎麼樣 你雖然會在仁天當中輪轉 可是你就是不會到善惡道 因為你不會在造重大的生殖業裡 你不會再去違反那個示眾 根本的性罪 師傅 那有件事說這個是可以帶著 什麼帶著 就是這個正見力 對沒錯 這個正見力就是帶著你 甚至是不斷惡道的原因 天生就不救 對因為你聽聞佛法的思維 這個正見就是你的一個菩提的種子 第八也是的填宗 發誓填宗 他就是一個正見真上的力量 這是文所成會 這個就是這裡講的生性物節 你能夠帶著這個覺悟的種子 在你的生命當中 雖然你還怎麼樣 還在三界當中 可是你就是不會去違反因果 也不會去行十二頁 不是只有這一次 不是只有這一次 所以你看砸阿涵經裡面就講 假使有世間 正見真上者 雖父百千生啊 就是還在三界當中輪轉 可是他就是怎麼樣 就是一直在冷天當中 他不會都到惡道去 所以你看這個正見多重要 透過聽聞所成就的這個智慧 這個文所成會 就是上一次張師兄的那個問題 我們跟你講說 從文師修入三魔地 從聽聞建立的這個叫做正知見 從思維建立的這個才叫正念 所以你現在雖然你的念頭 都還會有閃失會起煩惱 可是如果你有正知見的 透過聽聞所成就的這個智慧的話 那沒有關係 你就是怎麼樣 你會起煩惱 可是你不會去造重大生死 讓你沉沦山徒的一個夜裡 這就是正見真上 這樣明白嗎 所以你學習佛法的第一步 你要一定要從聽聞當中去建立一個正知見 這樣你就會離剛剛講的那個協會 惡惠啊 你就不會被這種這種外道 或是什麼新興宗教的這種拉扯 你不會一直心裡在拔回 這個到底對不對啊 那個怎麼這樣 因為你自己本身你很篤定 這個叫深信誤解 有沒有這裡 這個啊 這邊都是在講魂所成會 深信誤解 即便你身在沒有佛法 即便你 你又到一 投身到一個新的生命當中 沒有遇到佛法的狀況 你都不會怎麼樣 不會違反這個重大的生死 因果的罪业 不會 因為你正見真上 這是聽聞所成就的這個智慧 而且你增長不退 而有的文會有利啊 那你所到之處所行之處啊 你都會帶著這個火法正之間的功德 容起煩惱決定不造重罪啊 所造清夜輪天輪轉 會在人天當中 多少不知道就要看你煩惱的斷除 雖或有小差錯啊 上去經歷生死千百次 可是怎麼樣 中府墮入三個道 這個就是聽聞所得到智慧的功德力 很大的 真見真上 所以建立正知見識 你們現在聽聞佛法的第一個 第一個目標 佛法講的中道實相 正理是什麼 你們一定要去知道這個內涵 然後再來第二個 進入到思維 思所成會 藍色的這個 你看愛樂去向 也就是你能夠愛法樂觀啊 就是你能夠對於佛法升起一個耗耀心 樂觀 能夠歡喜的去觀照 升起一個觀照 這個就是一個思維力了 也就是你有沒有正面 在日常生活當中 這個上個禮拜 張師兄問這個問題 有沒有 為什麼 我們常常聽聞的那麼多 學了那麼多 可是總是用不上 第一個就是你的正知見 你建立的不夠穩固 正見有沒有真上 這是從聞這邊來的 聽聞這邊來的 乃至你有正知見見立之後 你在如理的思維的過程當中 你是不是都是以這個佛法的正理 去思維去觀察 這個就是愛樂 對佛法的耗耀的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以他來作為你生活的 生命當中的一個 觀照的一個習慣 你的訓習 你的篡習是不是是這樣子的方式 去思維 起一個如理的思維 這個就是這邊講的思所成會 否則如果你沒有用佛法 開始在你的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觀照跟思維的話 那你聽聞的這個東西 會不會搖擺的 不會堅固的 因為他有可能今天這個人 又來跟你講那樣 然後你又怎麼樣 好吧 那我就去看看 他就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 他講的也對 也沒有不好 很多是這樣的 那關鍵就是你從聽聞這裡 正知見就沒有建立好 然後你也不是以這種佛法的 如理思維 才思維事情 思維事項 思維緣起的法 思維世間的道理 出世間的道理 是這樣子的 然後再來去向 去向也就是 你透過這個聽聞思維之後 你能夠申請這個正念 你就是一定就是往這個方向 離煩惱的這個方向去走 不是只有剛剛講的物解 這個叫做聖結 不是只有理解而已 可是他能夠調伏了 這時候已經有正念力能夠調伏 久思向修啊 能夠去向一個佛法的實踐 這個就是一個思維 從愛樂佛法的一個觀照 自行自覺的一個觀察 思維如理思維 然後去向修行的一個正念 跟煩惱的調伏力 你有了 這個就是思維的一個正念力的成就 思索成慧 然後再來呢 修索成慧這邊 就從這裡開始專心意念 你能夠專心去安住在這個實相上面 不請顛倒 這個就是修索成慧的開始 然後你這時候所有的加醒 都能夠去向一個佛法的正理 你所有的實踐都是為了菩提 為了這個實相的這個方向 那能夠去意念真如 能夠修習 這個時候你的定力就養成了 你不是只有思維這個時候的正念 你還有真正日常生活當中 能夠用得上佛法的這個實踐 這個就是你的定力都有 這個正定 這個就是正明照修 你這時候可以把佛法拿來祈修 能夠去用它 所以這個乃至你自定根本故 透過這個修行 你得到你一個定力的一個成就 然後安住指的就是能夠依定 依這個正定來發起佛法的一個智慧 與你與實相相應的智慧 這個時候就不是只有調伏力了 這時候能夠斷貨正真的轉返成聖 這個就是修索成慧透過實踐 所以你說張師兄問那個問題 你說有時候佛法用不上 其實這是很普遍很自然的 因為當你這個東西還沒有轉化成 你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的時候 基本上你不會去用它 你不會去用它 因為你會用的就是自我的習慣跟意識 你用的都是這裡面的東西 第八也是裡面你所熏習的東西 來自這些熏習變成你的知見 顛倒妄想的在你這輩子當中 那你就用這個去生活 那你永遠當然就不會有文師修 你佛法只是聽認識 就像你在學一個學門一樣 對你生命也起不了作用 所以這邊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這個食人品裡面這個第一個陰生人 陰生就是你為什麼叫聲聞 就是聽佛的一個教說 聽聞到佛法當中 能夠不經不顧不畏 因為你對於這個緣起啊 你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那你也不會對於一切事項的顯現的法像 升起一個顛倒無明妄想的一個騙計值 知道顯像是無自性 深無自性相無自性 然後乃至會這個全法入到這個真辱的一個原誠實性當中 這就是三性三不性的一個內涵 對於這個道理能夠深信 然後能夠誤解 能夠信受奉行 能夠知道整個這個佛法 有能夠建立這個緣起無自性的 中道實相的正之間 這個就是文所成為的一個目的 對於正之間的建立 然後再來愛樂去向 這個對於你所聽聞的法 能夠升起好妖思維 能夠隨順去向 這個時候就是正面的一個生成 那再來對於佛法的理解 能夠從剛剛講的誤解 只是一個理解 過渡到一個聖解 那就是什麼樣 就是你能夠真的去調伏你的煩惱 這個時候就是一個去向 去向這個聖解的這個方向 這就是正面的一個形成 這個思慧的部分 乃至你能夠透過如理的思維 法隨法行 能夠去日常生活當中能夠專心意念它 能夠休息安住 這個就是你的修所成為 正定正會 這個與實相正理相應的這種智慧 能夠發起 這個就是一個文師修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 這跟我們這邊講到了這個 你要這個摩頁 要認識這個摩頁 你就是要從文師修的這個部分切入 你才有辦法去理解 什麼叫摩頁 而且對於菩提的一個耗耀 文師修的一個過程 這個你能夠去如理的熏喜 如理的思維 如理的休息安住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那陳觀大師呢 在這個以這個無作菩薩 他這個金剛波羅論裡面 在解釋這個 剛剛講的經部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 他說 以經等故啊 就是你因為經部部位這樣子的一個教說 因為你有恐懼心生氣 你就不會發起精進 所以你看 在生文法 於生文聖中 世尊說 有法 即有空 也就是對於二聖人的教說 因為他根氣比較沒有那麼銳 沒有那麼利 所以這時候世尊 他為了對峙這個我啊 而說有法 因為要對峙這個我的生死這一法 而有涅槃法 這個涅槃的成就 有空性可證 有涅槃可得 那在聽文 在聽文此經指的就是大聖經典 在聽文大聖經典的時候 文法如有 大聖經典講的就是什麼 空性啊 一切法 沒有自信啊 這時候就生起了經步心啊 文空無有 連空也不可得 對不對 就生起不畏心了 余思良時啊 在他思良的這個法義的過程當中 余惡不有禮啊 也就是世尊後來講的 一切法空啊 連空都空 這樣子的道理 他沒有辦法相應啊 所以生起不畏心 那生起不畏的時候就不能發起靜靜了 所以他就怎麼樣 他就退席了 就是這個道理啊 所以你看二聖人聽到華燕經的時候 簡直是不可思議 所以佛都跳過去了 直接從阿涵開始 因為講了他們也沒有感覺 然後乃至到法華 會三要歸一 會全閒十的時候 還是有人退席啊 可是佛就跟他們講了 他說你們這個過去啊 為什麼會有受祭品啊 佛受祭地址五百地址 或是學乎學人品啊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過去都曾經怎麼樣 發菩提心過 所以現在才有這一會的意願 是這樣子的 所以佛在法華會上還有受祭身分的人 將來能夠成佛 所以其實從這裡去講 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跟大家講 二聖人是一個例子啊 二聖人就是拿來作證 顯這個法 顯現這個實相給我們眾生 反覆眾生看的 就是說二聖人也會面對到這種問題 所以當我們對於佛法生起進步的時候 可不可以啊 也沒有關係 因為那是一個過程 可是你慢慢要從這個過程當中 去引導入到這個實相的境地 這樣明白嗎 否則你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 剛開始還不是真正去學習佛法的時候 他就是聽說 道聽途說 就聽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說法 然後就對於這個空 就等於無啊 那你現在學了之後 你會覺得空是無嗎 妙因緣 對啊 就是有因緣啊 你們知道二聖教 在佛法裡啊 有一個叫半字教 有一個叫滿字教 這指的是什麼 半字教是什麼 字寫一半 什麼意思 就是還沒有講清楚 沒有講明白 阿寒教裡就是半字教 就是他對 為了對的 就是身文人 他急著解脫三界生死的苦 所以他只講了空 這樣理解嗎 他只著弄在空的這一法 所以有涅槃可得 有生死可了 那什麼叫滿字教 滿字教就是講清楚了 講透徹了 講究竟了 那這個是什麼 把這一個時期 阿寒期還沒講清楚的 不空的部分 有的部分 妙有的部分 都講清楚了 所以真如 有空跟不空嘛 對不對 如來詐 所以這個要講清楚 那空不空也就是空嘛 要把不空的部分也要消化 所以其實你就講就是這兩個部分 阿寒的教法基本上就是半字教 他偏空的這邊的一個教授 然後急於處理這個 我的生死煩惱 三界的輪轉 著重在空的著墨上 那當他聽到大聖 連空也不可得的時候 他就起了經步心 因為他當初所接受到的教法 並不是一個 完整跟全面性 他以為那個就是 結果他就一頭呆進去了 急於取證 在法華經上的說法就是這樣 那佛後來 慧全選詞的時候就跟他們講 你們這個過去 在大聖至聖佛的時候 過去你們都曾經發過菩提心 現在忘失了 那釋迦佛在累劫 為了度化這些生文的過程當中 也不斷的去勸發他們的菩提心 這個整個滿字教就是屬於大聖的這個部分 乃至始法 所以說以生文聖為例子的話 聽到世尊說 法無有空無有的時候 因為他在思想上 他不能相應之前的教說 所以他會產生不畏心 所以學菩薩聖乃是佛聖的行者 發菩提心受菩薩界的行者 就是要能夠深信諸佛所說之法 不經不步不畏 你才能夠精靜的去修學他 這邊有一個例子 也就是善才童子在入法界底裡面 你記得有一餐他去參訪了這個聖樂佛羅門 那這個佛羅門這位善知師他怎麼教他 他教他要跳到這個懸崖裡頭 他就教他跳下去 他就教他上刀山 以身頭猛火 諸菩薩行得以清清 善才童子就問他說 怎麼樣 法菩提心修菩薩行 然後他就叫他跳下去 那下面是猛火 那之後善才童子又起了懷疑 他恐懼進步了 他就想說 這個到底是善知識還是魔 居然叫我跳下去 那如果我連命都沒了 我怎麼修行 那他覺得這是不是魔 是讓他堕落惡道裡面 障礙學國修行 這時候他空中就出現了 這些天王 八部神眾 來勸他 來相信這三四日的教導 那這時候善才 才接受這些諸天的勸說 消暑他心中的疑慮 那依著這個婆羅門的教導 然後他就怎麼樣 他就跳下去 跳下去之後 當然啊 如果你要固執性的說的話 就是 就連花生起了 另外一個修行的境界就出現 從這也可以看到 就是不進步的這種心理狀態 對一個修行人來講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他就是我們入佛法的 最最初的這一步 所以你對於佛法 假設你現在在修學過程當中 你一定要至少讓自己 起到一個對佛法的一個振興 對他盡量能夠的話 把你的疑惑能夠排除 盡量排除 這個就是從聽聞當中去建立 自己的政治界的一個認識 而有的一個間諦 對佛法的一個認識 否則你就是一邊帶著疑惑 也一邊帶著這種搖擺的狀態 在學法、學佛 那這樣的話就是 法對你來講 可能就會變成 沒有辦法那麼好用 不受用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你在不受用的前提之下 你就不可能從同這一講的 能夠耗耀去聽聞波羅蜜 這個實相解脫的這個法 那假使你聽聞了 你也不可能去思維去修行它 然後甚至是心生懈怠的狀態 因為對你來講這個有一點 不是那麼的切身 所以是這個問題 那如果我們佛弟子 能夠常常把這個佛所說的這個教唆 你從日常生活當中去起一個觀照 這個時候佛法對你來講 就會有那麼一點的受用 這個你們每個人自己要去嘗試看看 可是就比較難一點 那個難度就比較高 在與前菩薩戒本裡面 他也有相對應 這個不信生法的這個清界的一個 清構的一個規範 或者是說不供養三寶的這個部分 這個我們下禮拜再跟大家講 好不好 我們講不完 今天的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基本上 從這裡去看那個摩葉 《華藝經》裡面講摩葉 基本上也就跟菩薩戒經裡面 要去制的就是我們這個 煩惱心的一個生情的一個相訊 這個要去知道 還記得上品禪犯的那四個要件嗎 上品 什麼會構成 根本的這個上品禪的違反 數數現行 都無慚愧 深深愛樂 見識功德 對於煩惱心要記得這四法 不要去相應它 讓你的煩惱常常生起現行 而且生現行的時候你沒有慚愧心 其實菩薩戒有一個很重點 其實也是自我們的一個慚愧 你看到人剛開始學佛 你不可能沒有過世 可是你有沒有那個慚愧心 這是很重要的 有慚有愧啊 燦尾也是要從慚愧入的 你看我們水燦的前面第一卷 要先心七種心 裡面就有 你要有慚愧心啊 或者你沒有辦法 入到這個 懺悔法門當中 你連世修的懺悔都沒有辦法做 因為你不覺得你有問題 這個是蠻重要的 你也不覺得你肢戒上是有偏差的 這種狀況 好那我們來回向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從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西哈菩提心 盡此一報生 彭生華藏國